我养你呀 周星驰的一句话 将张柏芝的柳飘飘 成功地带进香港这个名利圈里面 也有人说过 曾经一个张柏芝 半部香港史 这句话可以说 确实有一些夸大的成分 但是曾几何时 张柏芝在香港也是红透半边天的人物 因为柳飘飘的这个角色 张柏芝一出道 就比一些其他的人少走很多的弯路 被称为玉女掌门人 整个人就是香港青春人物的代表 除此之外 张柏芝的背后 还有当时香港很有势力地 向华强和向泰做后盾 甚至是被向泰任做干女儿 当成掌上明珠一样细心地呵护着 但是曾经的纯情玉女的张柏芝 究竟在什么时候 变成了一个谁看了都摇头的 一个撒谎成金的人 就连曾经对他疼爱有加的向泰 也都放弃了他 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张柏芝在18岁的时候出道 再一出道就被周星驰所看中 并且曾经大街小巷的登报寻找 究竟是为什么 其实小时候的张柏芝的性格 并不像他的长相一样 看着文静 他的父亲当时先喝酒有赌钱 并且十分的好客 家里经常会来一些长相十分凶的陌生叔叔 一起找父亲喝酒 张柏芝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 在他九岁的时候 他的父母离婚了 最开始的儿时候 他是跟着他的父亲一起生活的 但是父亲怎么可能会照顾到他 所以张柏芝就也慢慢地染上了 除了赌钱以外的所有恶喜 其间他也曾经在采访的时候 说自己十五岁的时候 就会吸烟喝酒 在十八岁的时候 张柏芝就由自己当时的一个男友 朱永棠来签线 签约了一家公司 开始拍摄一些广告 而且张柏芝能够被周星驰所看中 就是因为他所拍摄的一部广告 大家也都知道 周星驰对自己的剧中的女主角 选角的严格要求 当时在周星驰看到这部广告的时候 就十分地确定 这就是自己想要找的女主 所以周星驰就开始通过各种手段去找他 这也成就了当初的喜剧之王 之后这部剧果然大爆 这也让张柏芝成功地在香港的展露头角 也成为了新一代的玉女掌门人 之后的张柏芝也是一路有贵人的扶持 跟向泰签约 在向泰的力捧之下 张柏芝开始乘风扶摇之上 也跟他当时的男友分手 开始了他之后的辉煌人生 其实向泰最初的时候 也是低估了张柏芝 人们以为张柏芝的性格跟他的长相一样 是一个比较天真单纯的女孩子 可能会有一点的交纵 但是这些都要还可以 都值得向泰去继续地捧他 但是让向泰实在没有想到的是 张柏芝却实在的是有些扶不上墙 一个接一个的绯闻铺天盖地地朝他而来 并且张柏芝的私生活还十分地混乱 在张柏芝开始在有了向泰做保护伞的时候 各种的形式就比较大胆开放了 可能是认为所有的事情向泰也都会给他摆平吧 最开始的时候 在02年的时候 张柏芝跟陈晓东的恋情被曝光 这两个人也承认了 但是之后没多久 张柏芝就又被曝出和黎明 有了不一样的瓜葛纠缠 当时向泰为了保护张柏芝 甚至是还动用了势力 封杀了当时的陈晓东 为了防止他在媒体的面前 说一些对张柏芝不好的言论 但是这也掩盖不了张柏芝的贪婉 之后张柏芝和谢霆锋英细结识 两个人也算是相见恨晚 唯一缺憾则是 当时的谢霆锋其实已经有了女朋友王妃 并且两个人的恋情 外界也是都知道的 不久之后 也就传出了王妃退出 张柏芝插足的事情 并且在这件事情爆发之后 只是站出来哭了一场 网友们也就没有继续地抓着他不放 张柏芝也如愿地跟谢霆锋在一起了 两个人在经过各种的分分合合之后 也算是修成正果结婚了 在结婚之后不久 张柏芝就被爆出来验诏门事件 这样的张柏芝也陷入舆论当中 但是谢霆锋依旧站在他身后支持着他 但是原以为这样 张柏芝能够收收心 可以安分地跟谢霆锋好好的生活 相反在这件事情只过了三年之后 张柏芝就由验诏门事件的男主陈关西 主动地纠缠到一起 主动地上前搭话 要求合照 也是这样 谢霆锋这一次再也没有原谅他 两个人离婚了 在离婚之后的张柏芝 跟谢霆锋打了许久的官司 从谢霆锋那里 争来了两个儿子的抚养权 以及一大笔的财产 在离婚之后的张柏芝 又重新回归到向泰的怀抱里 而向泰也顾念着旧情继续地帮着他 帮他重新地回到娱乐圈里 利用自己资源来帮他 但是回来之后的张柏芝 已经不再是曾经那个 刚进入娱乐圈时的张柏芝了 在嫁给谢霆锋之后 他过惯了豪门的生活 所以在拍戏的时候 也出现各种的耍大牌的事件 这些情况也让很多人都十分地不满 其中刘德华和郑佩佩也曾经在节目上 直接点出来张柏芝的一些耍大牌的行径 而一些同样是在向泰手底下工作的人 也将他的一些行为告到了向泰那里 张柏芝的这些行为 也在经过正事之后 开始被向泰所厌弃 像华强也曾经说过 这次对他彻底地死心了 以后都不会再跟张柏芝合作的话来 在香港混不下去的张柏芝 只能开始扭头转战内地 开始参加一些综艺 综艺上还是比较能看出一个人的真实面目的 张柏芝曾经在节目上 说自己是一个素食主义者 但是扭过头就在其他的节目里 开始大快朵頤地吃肉 并且还十分热衷给自己立下一个好妈妈的人设 他在节目里说 自己会经常给自己的两个孩子做饭 但是在问及两个孩子分别喜欢什么菜的时候 张柏芝却回答 一个爱吃中餐 一个爱吃西餐 再详细一点就是 一个爱吃白米饭 一个爱吃汉堡 咱就是说呀 这细论起来应该也没毛病 但是咋就这么让人想笑呢 中餐和西餐里有那么多种 你随便说几个也行啊 张柏芝还在节目上说自己为了拍戏 可以连续三个月每天只睡三个小时 之后把整个剧组的人都给熬垮了 并且还能连着睡了16天 一直都睡不醒 咱就是说啊 就没有去医院里检查一下吗 这绝对的都不正常啊 这都没有把人给弄出事儿 现在的张柏芝依旧是单身一个人 但是他已经40多岁了 主要想说的不是他的年纪 而是他已经单身这么久了 在2018年的时候 还上了热搜 因为他三胎生子 至今也都没人知道 这个孩子的生父究竟是谁 而张柏芝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也是避而不谈 所以由此可见张柏芝即便是单身 他的私生活依旧很混乱 曾经的张柏芝 在香港的娱乐圈里 有像泰的宠爱 有玉女人设的加持 就算有极端的绯闻 也依旧会有网友们的原谅 但是这些也都让一步一步 一点一点地给消磨殆尽了 也不知道 现在的张柏芝 在回顾前半生的时候 会不会后悔